之前,台湾知名女星林心如的一张生活尽照流传到网络上,顿时引起了网友的热议。 对女明星,特别是年龄大的女明星来说,因为神言动灵而上热搜的不在少数。 比如之前容貌大变的刘涛,被网友说是山寨网红。 但这次林心如可不是因为神仙颜值而上的热搜,而是那臃肿的身材和脸上不可忽视的鱼尾纹。 只见照片中的林心如,穿着肥胖宽松的短袖,扎着高高的马尾辫,小腹微秃,显得绑大腰圆,一点也不像中年保养得体的女明星。 但林心如是谁啊?她可不是什么岌岌无名的女明星。 相反,她曾经因为在《还珠格格》里饰演温柔善良美丽大方的紫威儿出圈,成为一代宅男心中的女神之一。 哪个女明星身上能没点黑料和绯闻,但是在林心如的成名过程中,伴随她的,是怎么也摘不掉的绿茶、心机表的标签。 温柔之性的紫威为啥现在成了不讨喜的嚣张女王? 说到林心如,她和周杰之间的强吻伸舌头的争辩,永远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,直到现在两人来争论不休。 真相是什么?我们不得而知。 事情发生在《还珠格格》热播之后,作为琼瑶的代表作之一,《还珠格格》一开播就创造了收视记录,捧红了很多人。 当然也包括作为主演的林心如和周杰。林心如在剧中饰演的是落落大方,善解人意的紫威,而周杰饰演的年少有为,志得意满的福尔康。 他们彼此倾心,经过一番挫折之后,他们终成眷属,幸福地生活在一起。 可荧幕后的他们却没有这么和谐。 作为荧幕情侣,还是在言情剧,他们在电视剧里有很多吻戏。 有一次在公开的节目中,林心如居然明晃晃地说,她在和周杰拍文戏的时候,周杰居然伸舌头了,让她觉得非常恶心。 这些言论迅速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,林心如毕竟是个女孩子,应该不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,再加上紫威的滤镜加持。 所以当时大多数网友都一股脑地讨伐周杰,骂周杰是个老色胚,趁机占便宜,不知廉耻。 可周杰也觉得冤枉。 她迅速在网上发了声明,说自己没有伸舌头,绝对没有舌吻林心如。 可是这种只有两个演员知道的事情,只要林心如一口咬定说有,周杰就有口难辩。 所以那段时间,周杰的口碑很差,资源很差,几乎在娱乐圈待不下去了。 后来周杰在接戏的时候,就极力避开和女演员的亲密戏。 可即使是这样,周杰的事业再也回不到巅峰了。 但这些年来,周杰始终没能咽下这口气,一直在和林心如掰扯这些事情。 今天这个发个声明,明天那个出视频,没完没了。 就在前几天,周杰还发了一个澄清声明,但是这件事情,可能观众一辈子都不会知道真相。 演完《还珠格格》之后,林心如的名气大涨,但是资源却跟不上。 但是林心如又不想自降身价去演那些不知名的电视剧。 拖着拖着,竟然没有适合她的电视剧。 林心如决定出国留学,进修演技。 后来,林心如来到大陆发展,又误打误撞碰上了余政。 这下可好,双方一拍即合。 一部神剧《美人心记》横空出世,使林心如迅速登上顶流的位置,资源大涨。 但林心如却和余政闹掰了。 原来在拍《美人心记》的时候,林心如已经计划着自己指导拍摄一部电视剧。 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玛丽苏开山鼻祖,轻视黄飞。 在这部电视剧里,可以说是把玛丽苏偶像剧演绎到了极致。 这么说吧,除了女主马富雅的弟弟,在剧里只要是个男的就会爱女主角。 甚至还出现了父亲和三个儿子共同争夺女主的剧情,真的狗血至极。 但这不是最重要的。 最重要的是,林心如把《美人心记》所有的制作团队和工作人员都挖走了。 这一系列操作可惹恼了一阵。 她在节目里《明里案》里贬低林心如,说她是个心机女。 绿茶表,再加上周杰的声明,她当时在台湾的一些黑料也被娱乐记者扒了出来。 林心如的名声急转之下,突然这个时候,林心如结婚了。 和林心如结婚的不是别人,正是因为《仙剑奇侠传》、《花千古》等仙侠剧而爆火的台湾老乡霍建华。 当时,霍建华的名声大涨,还因为拿俊俏的脸蛋和胡歌之间的胡获CP,收获了一大波女粉丝。 这时突然听说偶像要结婚的消息。 粉丝愤怒极了。 当时林心如的名声那么差,黑料缠身,突然傍上发展势头正好的霍建华。 这颗惹怒了霍建华的粉丝。 这些粉丝们非常伤心,觉得像林心如这样的女人配不上自己的偶像。 也有很多粉丝自发组织起来在网上写小作文编一些林心如的黑料。 这些黑料有些是真的,有些是假的,不过是真是假又有谁在意呢? 只不过粉丝再怎么反对,婚礼还是如期举行了。 霍建华和林心如在美丽的小岛上举行了浪漫的婚礼。 在婚礼上,霍建华对林心如深情告白,然后拥吻在一起。 婚后霍建华夫妻就逐渐淡出了娱乐圈。 她们生了一个女儿,林心如还因为女儿照片被泄露这件事情在微博上大发雷霆。 不过被网友对了回去,因为她女儿是在台湾办的生日宴,泄露照片的也只可能是参加的人。 她无缘无故地来大陆发什么疯。 于是网友更讨厌林心如了,她的口碑也变得越来越差。 这些年,林心如除了一部《华灯初》上稍稍挽回一点口碑之外,就再也没有好的作品给大家了。 或许真的是想安心在家相夫教子了吧。 就在刚刚过去的三月底,台媒爆料,林心如和霍建华已经离婚,连手续都办好了。 据说一贯自私的林心如,还很心问霍建华索要高额抚养费。 霍建华被林心如拖累后,三四年几乎没有工作过,哪有那么多钱。 最后一次被逼净身出户。 还有网友从照片分析,霍建华疑似精神异常。 暂不论台媒这次的爆料是真是假,但闹离婚的传言似乎早就有迹可循。 早在2020年,林心如和霍建华就被拍在街头吵架。 照片中,林心如眼面哭泣,霍建华开车潇洒离开后,就一直没有回来。 而后在去年年底,网友又质疑霍建华疑似因失业压力大,导致精神状态不好。 照片中霍建华双眼无神,一脸呆滞,甚至在公共场合抠起了鼻子。 这实在与曾经的美男子出入过大,网友纷纷震惊霍建华到底经历了什么。 对于这些婚变的说法,两个人也没出来做回应。 众所周知,在娱乐圈有个不成文的说法,有些事情不反驳就等于默认了。 只愿两人能扛得住压力,毕竟还有个可爱的女儿。 十年河东,十年河西,林心如火过,如今惹得一身黑也不能怪谁。 一切都是自己选择的后果。 林心如骨子里就是如此不可一世。 如果重来,她依然还会如此为人处事,把自己推上风口浪尖。 是啊,人不可能十全十美。 但林心如既然选择做公众人物,就要注意个人的言行举止,接受公众监督。 她一心想在大陆捞钱,又频繁做出让人寒心的事。 如此又当又利,成为大家口诛笔伐的对象,也是她就由自取。